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来谈谈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啊,特别是,不知道你看了报纸没有啊,前几天有这新闻,那么有一个父亲呢,他是从事清洁工的行业,可是他的儿子呢,就花大钱买了一部百万名车,那最后呢,付不出钱来,因为车子呢,是用父亲的名义买的,就是父亲付不出钱来以后呢,就上吊自杀。 这个新闻给我很大很大的感受,现在年轻人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们的消费观到底有什么差错,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师傅您好。 请教练好。 师傅你听到这个消息,或者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晓得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想法是什么。 也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出了什么肉质,这个年轻的人,如果说他们没有啊,这个没有出路。 就是精神上没有出路吗? 对,精神上没有出路,对自己的未来,未信心,对他自己没有信心,多半是会这个样子。 过去的人也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现在的人才会这个样子,人呢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下一代的教育啊,应该是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的,父母小的时候就要开始跟孩子们讲。 不应该有的东西啊,不要有。不是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去想的。 直接没有这个能力,得到的东西,不要去追求它。 否则这的话,会惹来撒生殖祸。 这从小就要讲,父母要讲。 那社会上的媒体也应该啊,要常常有人讲出这些话来。 还有学校里面老师啊,也应该啊,让孩子们知道。 就是说,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成功了。 如果没有宗教信仰,还是有问题。 有宗教信仰的人呢,就相信,不管是什么宗教啊,就相信呢,自己的夫妻有多少。 但是,自然会来的。 如果没有付出夫妻,自己去啊,挖空心事去,想办法抢啊,或者是偷啊,或者是呢,用什么不好的手段啊。 去得到了的时候,那,这是,这是违背的,违背自己的信仰的。 是。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啊,有所谓少年的问题。 这少年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因为他们不清楚。 他们对社会不负责,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负责。 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嗯,总觉得,直接唠叨了,就,就一天就一天。 可能有时候他们的想法比较短浅吧,只注意到,我立即要有这个名车的享受,没有想到我因此要付出的代价。 嗯,如果你仔细没有思考到,这个,下一步会怎么样,那会很容易地造来横货。 嗯。 比如说,这个年轻的人,用他父亲的名字,买了这么一辆车子。 他认为他的父亲能够付得起钱,但是他不知道他父亲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父亲的经济状况究竟是怎么样,他不晓得。 所以是呢,他买了以后,要他父亲付钱,父亲付不了钱,这个自杀了,就是这样。 这,像这样的年轻的人,就是很不负责的。 像这种人,多不多呢? 嗯,应该是很多。 啊,年轻的人,多半是自己对家庭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可只想到眼前? 嗯,只想到眼前。 因此呢,这还是要,我回到啊,就教育上去。 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叫他们。 小孩子,就会讲话以后啊,就会想要这样东西,想要这样东西的。 玩具啊,吃的东西啊,看的东西啊。 小孩子都想要啊。 这时候就要教他节制欲啊? 对,对。 如果是小孩子啊,因为他哭,他要,哇,就买给他。 他说,他看他要东西,你不给他,他就哭,啊,买给他。 反正是没多少钱啊,你就给他满足。 可是呢,这样子越来越大,这个贪心,这个贪念越来越大,认为反正是我要的东西你都会给,我哭一下你就会给。 呃,或者是我吵一下,闹一下,你会给。 嗯,那这个父母就是不,没有,没有尽到责任了。 所以持续的不断的满足孩子,有时候并不是一些好事,你以为是对孩子好,可能长到了以后,让他就是觉得我的欲望随时都要被满足。 会犯罚,会坐牢,嗯,会这个样子。 哦,不过师傅啊,我觉得其实就每个人有的时候都会喜欢一样东西啊,比如说,哎,像我们的摄影师,他喜欢电脑,他就永远觉得这个电脑还不够好,还不够好,一定要买更好的,更好的,更新的。 那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欲望? 欲望并不是一个坏事啊,有这个能力,可以得到的,可以买得到的,那应该可以买吧,买了以后,因为你的工作要顺利一些,你的产品品质要好一些,那为什么不买呢? 那如果是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钱,你也根本不需要用那个这么好的电脑,你用这个电脑,用这个电脑,用这个老的电脑,产品是同样的东西。 那每次的,好不了多少,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呢? 因为人家的 人家有,这直接要要有,这就是虚荣,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人家的 人家和有二监性 人家reck 人家一字 我们要继续来讨论 需要 想要 能要 该要 其实我也是师父的信徒 所以我在从事消费行为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师父的话 就说这个华福 华夏 名车 不代表你的身份 不代表你的价值 你的价值不是寄托在这身上 可是师父 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朋友 都开名车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我是不是该换个名车 虽然我知道那个名车 有一大部分也许一半的价值 是花在它的行销费用上 可是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说 好像开名车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可见这种虚荣的心理 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蛮难消除的 虽然我自己每次都说服我自己 可是我 我就还会有这样的念头 我还是觉得蛮惭愧的 这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需要吧 有需要啊 看名车 你就开吧 还有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能力就是说 你的财富啊 够不够开名车 现在开个名车 并不是这个开车的 这是车子而已 车子它的保养费 它的驾驶 以及它的啊 拍照税 还有啊 它的用油料 它各种各样的加起来 还有啊 这个损耗 这个每年它有损耗 这个 你再算起来 合算不合算 还有你现在的这个收入 跟现在你的这个开的车子 和你的其他的生活的平均 这个把它平均分摊一下 你卖车子的钱 卖衣服的钱 以及你生活 家里的生活费用 住房子 所有的钱加起来 你坐的车子 占的多少成 如果是占的比例太高了 那很起有次力啊 那你被扑脚的 你的生活就是 就是不平衡的 那你 你这一个 这一边 民财买的钱特别多 那你房子 你要相对的 要这个停车场 停车的房子 停车的位置 或者是停车的要拆间 那你慢慢的 让让都成这个高 就是水涨船高 你指寄这条船 是不是啊 这个 是有没有这样子高的位置 否则的话 你最好不要买嘛 还有呢 车子好的 有好几种原因 贵的有好几种原因 因为开的时候 它比较稳 稳重 还有呢 安全 安全 它不容易故障 它不容易啊 在马路上 随时就得很抛毛 这个不容易 不容易故障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碰到一点 或者是人家闯到你一点呢 那个板筋 钢板呢 比较厚 不会的 一下子闯了就 避避的 你就变成 你也把你避到床壁了 就不至于 就是好的车子呢 就对于什么样的身份的人 他是需要他 需要的时候 就是要有需要好车子 那一般的人 你自己的收入不够 而且呢 你地位也不够 你一定要买这么好的车子 你说要保护你自己 一定要你要享受 那是太过分了 那过分的事情最好不要做 所以要考虑自己的能力 能力地位 该不该要 该不该要 不过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 现在会想要买 很多 很高档的东西 跟这个 这个厂商啊 他们的 这个所谓行销手段有关 他常常会借很多的 就是广告啦 行销的手段啦 让你觉得说 你想要拥有那个东西 拥有那个东西 就代表你的财富地位 代表你的 所以就有很多的欲望 因此产生 没有错 没有错 现在我们在台湾的 也是为名牌车 就是 但是呢 在出产国啊 它不是名牌车 就是普通牌子嘛 我到德国去看的时候 我在德国旅行的时候啊 马路上到处都是兵士 马路上到处都是啊 这是名牌的好车子 那不稀奇啊 没什么了不起啊 那 这个 随手一招 来的车子就是彼此 那这样子 在这样的环境下 开便室也没什么了不起 做便室车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 因为啊 这个纸巾没有缠名车 还有我们的台湾呢 的消费啊 还没有 就是到达消费 全部每一个人都在开名车 所以把名车当成了不起 其实就是在名车的世界里头 全部都是名车的时候 你这个名车没什么了不起啊 所以要打破这个名牌的迷思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那么熟气呢 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熟气呢 随着流俗啊 跟着 跟着大家一起滚呢 跟着大家滚 那蛮痛苦的 因为如果说是自己啊 没有这个能力 你一定要打重的 打重的连重胖子 那是很可笑 也很可怕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回到我们的原点 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即使在消费行为上 自己的价值观 我就讲过了 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是在于啊 你有没有智慧 你有没有技能 你有没有道德 这个才是最好的财富 那有钱 钱则是负数品 钱呢 财富 所谓身外之物 是负数品 那个负数品并不代表着人的价值 是 谢谢师父开示 我们要继续啊 来谈谈这个消费行为 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行为 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也该帮年轻人想想 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其实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消费行为啊 可能也是社会上造成的 譬如说 他们走到哪 都看到那么大的广告 告诉他这个有多好 穿上他你就美丽 然后呢 这个名车有多好 开上他 你就是名人 你就有多威风 所以在这样子的耳濡目染之下 他没有很高的物质欲望 也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 很想要看你有没有这个钱啊 你的银行里有没有钱啊 还有你的收入里头够不够啊 要考虑一下 一定要给预算嘛 人呢 这个 这是我们中国大陆啊 这个老祖母讲的话了 人呢 吃不穷 穿不穷 如果计算不到呢 一是穷 对对对 所以吃穿是不会穷的 可是你不会计算 也就是不会预算 也就是不会打算 你不会打算你的收支 是不是那个平衡 收支平衡之外 你还能够要除去一些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一辈子是有钱的人 如果说是你没有考虑到收支平衡 因为老是眼吃毛粮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一生就是穷的 所以是有钱 或者是没有钱 这是小事 穷不穷 是大事 像我这个人呢 我 一生就是没有钱 但是呢 我一生呢 不缺钱用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 因为你从来不会超过 你所有的去花钱 对 我 我身上 钱很少 我每一个月的 能够得到的钱 非常少 比如说我在留学的时候 我身上根本没有什么钱 非常 非常少的钱 可是呢 有些留学同学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常常要我请客 哦 还是来跟你借钱 对 我请客 不是借钱 请客 因为他们 他们身上没有钱 如果出门的时候 买一张票 他们身上没有钱 他说 哎 你替我买一张好吧 我下一次买给你 替你买 我这个好玩 我替你买一张吧 但是呢 这种小事 我可以做 大钱我不会花 比如说我做的房子 我做三个半榻榻米 后来做四个半榻榻米 一个房榻榻米很小 对 差不多一个人躺下去 对啊 我做四个半榻榻米的一个房间 原来是三个半 回来这人家四个半 我一直 做了几 这个七八年了 这是去年的时间 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人家做的房子大 他们要出去的时候 出门的时候啊 就要叫计程车 我呢 我不叫计程车 进的路我走路 远的路我最多坐到地下铁 我是这样子啊 那他们就坐计程车 一旱 哎呦 一下子车子来了 那我不需要啊 那因此我有钱啊 他们反而雷钱 我不穷啊 他们穷的比我还要穷 但是呢 他们收入比我好 但是他们很痛苦 经常觉得 哎呀 没有钱 没有钱 明天明天的饭 不知道在哪里 他们会有这种 这种种态 我没有 他不会量入为初 是 这是量入为初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是呢 这个观念应该告诉年轻 这个年轻的人都应该有 年轻轻的人啊 这个陈小姐 你不要担心着 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 虽然年轻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啦 不是啊 我见到 一些个案 这些个案不多啊 这个平均的小孩子都很好啊 只有少数的小孩子 不要说是 哎呀 现在年轻的人啊 是不得了啦 这很担心的 没有这样子的啊 这少数的人 少数的人 有些父母的关系啊 有些他们自己的性格 里的有一种问题 还有 社会的一些诱惑力 是这样子的 一种原因 所以是呢 他就是觉得 这个好像是 就是头脑不清楚了 头脑不清楚 不清楚自己 下一步是怎么走 这个买了东西以后 用了东西以后 钱怎么来 他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那这个呢 人数还是不多的 所以谁何必那么担心 买东西 我也曾经买东西买法狂啊 啊 师傅你会啊 会啊 我一到这个 我主要是在日本 我一到京都 在京都的一条街啊 就专门买副书的 而副书里面有好多的古书 这都是旧版的书 您不买下一次就没有的 嗯 这些旧版的书 就是有人呢 这个一些书宰啊 老的被书宰死掉了 凋零了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不是研究副教的 他不知道这个书的教育 就把它拿出来 放到旧书店去买了 那这种书 可以而不可求的 所以你不买 以后就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到旧书店上一逛啊 我就要一大堆的买回来 那眼尸毛粮了吗 那倒不至于 我 我晓得 到了这个京都 那一条街啊 我一定会买好多书 所以去的时候 预先一下存钱 就买一大堆书回来 那当时呢 买了书 选一选 选一选 看一看生产钱还是不够 那退到几本 还是要量入为主 真的还是要量入为主 要不然的话不得了啊 是 可是那个电脑迷啊 那个去逛 逛华商场 可能跟师傅很像 看了一个东西 很好 比我家里那个好 有没有用呢 也许没用 可是好想买哦 师傅这时候 你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看看你现在是不是一定需要 还有你现在钱够不够 你的收入是不是 这个 钱是够的 允许你买 呃 不需要 钱是够的 很想要 很想要 但是不要 以后再说 因为你现在不是你需要 也不是你现在 你的工作上面的一定需要 该要的 所以还是不要 对 谢谢师傅开始 所以呢 师傅告诉我们啊 对付物质的诱惑 要勇敢的说不 也就是说 你想清楚了 这不是需要的 这不是该要的 这不是能要的时候 就要坚定的说不 然后来 这个 抑制自己一时的冲动 对付物质的